投射盆地农特产品丰富 尤其是丝瓜更是当地特产 因此关心到农作物生长的灌溉勾取更是重要 武登协力向随尾排水干道 由于年久失修 地方民众向县府成情 县长林明珍会看后发现 河道淤积户岸 气石崩塌 指示公务处规划发包 立即改善 灌溉勾取是农业发展的命脉 投射武登协力向随尾排水干道 因河道淤积 加上户岸气石年久失修 大雨来时常排水不良 危及周边农作物 因此地方民众特地向县府城勤 寻求改善 村民在反应因为排水的地 已经太久没有清余了 同时整个户岸也造成坍塌的现象 在现场看过以后 相信能够改善 让我们的附近的 我们的所有的需要用水的农友们 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灌溉的水路 让我们的民众们 他们的收成也能够有所帮助 县长林明珍接获新议员萧志全的陈群后 带领公务处相关人员前往县地会刊 发现沟取确实淤积 加上户岸老旧并且部分已坍塌 如果不立即维护恐危及周边农作物 以及居民的安全 随即请公务处规划改善 这些白水是薄陈群 可以做这么久的 有的都以前用的酒头去的 已经差不多三十几年 酒头去的 大摩托都锁起来 所以都放下来 这次还点做 不然这个 流大汤水这么大 沿着又大水来 又把这些土豆流失去 又摊坊 会造成我们辈子 土豆财产的损失 所以来会扣 这些白水是旗艺排水 是我们关政府的困执 所以我们今天要花仓将近七十万 把这些薄陈给做好 把水稻和输进 比较清晰 排水都比较好 这个地方有需要的 我们非常感谢 我们消耗之前 这么用心关心地方来争取 我们会尽全力配合来施作 针对民众的陈情 县长总是亲力轻微 前往县地会刊 除了听取工程单位的规划简报 也了解在地民众的需求 透过三方沟通的方式 将工程做到最完善的规划 让地方民众获得最满意的答案 记者张东仁 于慈香采访报导